Toyota Vios 在我国一向来只有 JEG 三种车型 不过最近 Toyota 重拾热血 而 Toyota Malaysia 更是大手笔在我国搞了 Gazoo Racing 赛事 所使用的赛车就是 Toyota Vios 那既然有了赛事版 不推出公路版吗? 哼哼 Toyota Malaysia 在去年推出最新改良版的 Vios 的时候 就顺便追加了 比 G 版本贵了 7000 多令吉 今天我要试驾的主角 它就是 全新的 Toyota Vios GRS 不过这 7000 多块 滑到值不值得咧 今天就让我小明来为大家测评一下 但是在这之前 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 还有 Like 我们的 Facebook Follow 我们的 IG 还有我的 IG 啦 OK 可以继续哦 Vios GRS 的 GR 里面就是 Toyota 最新赛车部门 Gazoo Racing 的硕鞋 而 S 啊 自然就是 Sport 了啦 不过如果你注意看的话 你就会发现到其实它和洗车佬的 GR Yaris 还有牛魔王 GR Supra 的这个名字排列有一点不同 它不叫 GR Vios 而是 Vios GR S 因为其实这个 GR S 是 Toyota 马来西亚本土开发 In-house 所推出的一款车型 也就是说全球只有我们马来西亚才有 Only in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Boley 重点是它不是只是加了 Body Kit 的这个 视觉版 Special Edition 那么简单而已 而是真的有从这个 Gazoo Racing Vios Challenge 的赛车 The Spec 做一个借鉴参考 然后进行升级的 真正正正正的道路版运动车型 升级了什么咧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不过在这之前我先来讲它的外形 首先在外形部分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整个前脸不再有这个 Toyota 的 Keen Look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大型的风潮式 隔山设计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大型的雾灯座 这个其实就是和 GR Yaris 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 GR Look 然后下方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一个大型的前唇 我个人其实还蛮喜欢这样子的设计 我觉得这个比起普通马 Vios 还要好看 你觉得呢? 至于在配备部分呢 这个 LED 头灯还有下方的 LED 雾灯 基本上是和高配版的 Vios 是一样的 而在轮圈部分呢 这个 GR S 它也是使用了第一次出现在 Vios 的 17 寸轮圈 并搭配尺寸为 205 45 的 Toyo Proxxus TR1 性能胎 所以感觉上它的操控应该很不错 那这个也是 Vios 史上最大的一个轮圈和轮胎 而且它还有四轮叠煞的配置 这个在同级来讲也算是比较 ATTAS 的一个配置了 Vios GR S 搭载的依旧是这个 1.5 公升的 2NR FE Dual VVTi 自然进气引擎 最大马力为 107 PS 而风质扭力为 140 Nm 并同样搭配 CVT 无段速变速箱 全部都和普通版的 Vios 是一样的 如果你以为这个是一顿操作猛如虎 一看只有 1.5 啊 那你就错了 因为它的 CVT 可以模拟 10 个档位 只有 GR S 有 而且它的底盘也经过升级了 悬挂系统比普通版硬了 20% 那么多 而且据说它的这个弹簧还是由日本大厂 TEN 所代工的 收到了 Sport 的味道没有 朋友们 车车部分最特别的地方就是还有这个 Batch 很值钱哦 那其实车车部分呢 它和普通版的 Vios 算是几乎大同小异啦 只是多了这个 GR 专友的车群 还有这个黑色的 Door Handle 以及黑色的后视睛 这个后视睛下方还有一个镜头告诉你 这台车是有 360 度全景四项头的 车尾部分基本上也是和普通版的 Vios 长得很相似 只是有不同的这个 Bumper 的设计 多了这个大型的这个扰流器设计啦 你们觉得这个 Design 如何呢 我是觉得好像有点太过忙了 而且上方还有一个黑色的这个压嘴式尾翼 让这台车看起来比较 Sport 一点 来打开它的这个尾门看一下 它是有这个电动版本设计的 它的尾箱容量达到了 506 公升 那这个数字在同级来讲 基本上已经算是佼佼者了 数字我是不知道啦 可是我看到它的这个 Layout 它的设计 基本上就是很深很宽 基本上要容纳什么大型行李箱啊 这些都不是问题都很轻松 而且如果你还要再长新物件的话 这台车还支援 六四后座倾倒功能 加上它的这个开口也是非常大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非常实用 非常实际的一个设计 如果你觉得这台车的外观啊 不够 GR 的话 那我告诉你它的内装就真的是 可是到处都可以看到 GR 的中继 像是这个专属的 GR 引擎启动键 而前方这个也是专属的一个红色仪表盘 它里面的这个 4.7 吋的资讯显示屏呢 在你 Start 车的时候啊 还会有 GR logo 会泻 这样子还不够吗 这个座椅后方还有这个大型的 GR logo 提醒你这是一台运动车型啊 朋友们 但是我个人最喜欢最欣赏也最 appreciate 的部分 是它的这个材质 这台车全车都可以看到有这个黑色的一个混搭 红色缝线的这个搭配 以强调它的这个运动风 可是呢 在座椅部分它就多了这个 Suite 绒面皮也就是反面皮的这个材质啊 这个可是 Toyota Malaysia 万中选一 精挑细选的一个材质 它这个材质可是摩擦系数非常的高 主要就是让这个车主在做激烈驾驶的时候啊 不会有太多的这个摆动 这个材质呢 就好像你的爱人这样紧紧抱住你 不让你走 死都不分开 在配备部分 基本上这个Vios GIS 也是和普通版的Vios高配版啦 大同小异 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7寸的触屏主机 并且支援 Apple CarPlay 以及 Android Auto 手机互联功能 还有就是我个人觉得很好用的这个360度全景摄像头 在你打方向灯的时候 它还会秀 你的侧边的这个影像 方向翻呢 也是有这个皮革包裹 以及背有 Paddle Shift 换挡拨片 不过上方呢 就有这个防旋木的后视镜 这个在同级来讲是相当的少见 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实用的东西 值得称赞 而在置物空间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两个杯架 还有是原厂标配的这个行车记录仪 以及在这个中央复苏箱里面的 无线手机充电插座 不错哦 不过我最欣赏的还是它的这个抽屉设计 这个植物哥呢 算是我同级之中看过最大最深的一个 不过我个人最喜欢这台车的部分还是在这个后座 因为我觉得这台车的后座真的是完美辅助到它 家用车 Family Sedan 的定位 首先在空间表现上呢 虽然不是同级最强 可是 腿部空间前方是我的这个标准桌子啦 所以我都有一个接近三个拳头的一个距离了 要翘脚基本上也不是什么问题 这方面我觉得是够用的 而且它的这个前方座椅还是一个full size哦 在空间感部分也是没有牺牲太多 再来就是这个座椅的设计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椅垫高度是非常的高 而且它的这个地台够低 也因此能够完美支撑到我的整个腿部 包括大腿 小腿还有脚板都能支撑到一方面它的这个椅垫 还有这个凹陷的设计 所以我觉得做长途来讲 腿部的支撑性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到位的 而且它的这个椅背的倾斜角度也是挺够的 在腰部这边还有额外的支撑 我现在这样子做我觉得很舒服 而且它的这个headrest哦 不止有三个 这三个都可以调整 嗯 不止如此 这个非常低的地台啊 它还是一个all flat全屏的设计 也就是说中间的乘客 它的腿部也不会感到拘处 所以这台车要做五个人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而且还有这个armrest 这个armrest的高度就刚刚好了 嗯 现在有两个杯架 Good 如果真的要挑低头啊 它有一个不完美的地方 就是它没有这个后座空调出风口了 而且这个armrest好像有点太厚了 但是我看到下方还是有两个USB插槽啦 只是没有aircon就真的是有点美中不足了 不过我注意到它有一个同级少见的细节 那就是前方的这个安全带呢 其实是它的高度是可以调的 而且它还有另外一个好用的设计 那就是它的这个64后座倾导呢 这里是有一个按键可以直接打开的 但是讲到GR Sport 这台车最大的卖点当然是在试驾的部分 话不多说 Let's go 这个Vios GR Sport 它的这个悬挂系统有经过重新调教了 那我个人比较关心的是 这个悬吊啊 在变到比较运动化了过后 在我们马来西亚这种道路上呢 会不会变到比较不舒服 比较弹跳呢 但是据说这个是由日本天代工的运动弹簧 和这个比较硬的这个避震器呢 搭配起来其实它给我的感觉是 它带来了一个更清晰的一个路面的回馈 which is 对我来讲是一件好事 然后同时它的这个bouncing rate 它的这个回弹率呢 也是变到比较快了 就真的是马上这样子吸收回来这样子的感觉 但是这样子的设定呢 并没有影响到它的这个舒适性 我现在开在这一条是蛮烂的一条路啦 这一个避震系统呢 它是能够做到过滤掉这些 能够让人感到不舒服的这些碎震的 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个人其实是比较喜欢这个 稍微比较运动化的设定 多过普通版Fios 那个比较照顾舒适性的设定的 因为那个我对我来讲有点过软 这个动力组合它的加速其实是相当的得心应手 我觉得不会到很猛爆 可是可以用随传随道来形容的 而且它的这个模拟时速的CVT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它的这个gear ratio 比较密了的关系 稍微身材油门一点啊 你看它现在是连降两档 拉高的转速 直接砍到一个6000转 才净档 所以我会有一种动力来得很快的感觉 就比较有满足感啦 而且我现在跑到一个相当高的速速 其实它也没有CVT 动力组合一般那种噪音很高的 那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噪音是可以接受的 一方面也因为它的这个隔音做得很好啦 我这个拍试驾影片的诅咒又实现了 又开始下雨了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司机 来证明这台车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隔音 还有它的这个MVH表现 其实我是觉得这台车 它的这个震动抑制 还有它的这个隔音方面呢 以同级来讲 整体的这个表现呢 比较接近大车的感觉 尤其是好像我在开着一个八九十 也就是平常我们都会开到的一个速度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扎实度 包括它的这个避震 所带来的那个回馈啊 给我的感觉是有一种 比较接近C segment的那种稳定感 而同样也有这个大车感觉呢 就是这台车这个整体内装的这个Build Quality 虽然都是Hard Plastic啦 可是呢所有的这些细节还有组装品质方面呢 我觉得都是有经过细心的处理 虽然说很明显看得出这个内装 已经是有一点年纪了啦 但是它会是我在可能日常驾驶 还是塞车的时候 很Applicious的一个坐舱 我不会用赏心悦目来形容这个内装 那一切东西都很到位 也符合Toyota的这个造车理念 总之你坐起来就是觉得 诶很舒服很有家里的感觉 那我现在稍微踩大油 其实这个动力表现我觉得绝对可以用 随传随到来形容 而且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操控其实相当的灵敏哦 那我隐约可以感受到的是 这个轮胎它的抓地力其实相当的不错 Anyway 刚才我说的这个接近大车的这个稳定感呢 在这个时候就完全体现了出来 这个真的是在同级日系对手当中 我比较难找到的一个感觉 真的是有那种安心感 但我讲到这样好没有缺点吗 其实是有的 我发现到两个缺点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方向盘 它离我稍微有点太过远了 主要是因为这个方向盘 它不能调前调后 我现在其实已经设定到一个最完美的坐姿了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steering不能调的关系了 它其实离我有一点点稍微太远了 这一句 这句 我只能够出去了 我应该打到谁会有 GX走开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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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是时候启动这个Sport模式了 哇 一换上这个Sport模式 它瞬间那个油门就比较爆充了 一点点就有那种这样子的感觉 OK 过了这个弯 哇 诶其实它挺这个一气合成的感觉的 哇 感觉很engaging 这个 哇 这个感觉 我觉得这台车的这个 极限其实蛮高的 有一点out of my surprise 再来一个 我稍微放掉油门 哇 这个线条做的好美哦 哇 哇 它在进挡的时候 居然还有那个 踢你一下的感觉 真的是热血了很多 如果你想要更多的是掌控 其实这台车还有这个Pedal Shift OK 我可以自行降挡 再进挡 哦还有Engine Brake 拉你一下 很有feel哦 只有在拉高转的时候啦 这个 手CVT的这个感觉就来了 哇 这个实际速轮胎配这个TR1 Toyo的这个新轮胎 感觉不错 抓地力很好 但是我似乎觉得 可能是这个轮胎状态不太好了啦 因为这台车其实是 有一段时间了 我觉得它这个抓地力 可以再好玩多一点 哇 这个车尾相应 真的是好过普通的Vios太多了 它整个很一体 反应很迅速的感觉 哇 这个弹簧的Bowsing Rate 非常的好 在过弯的时候啊 它弹跳 就像我刚才说的 就它弹跳很快 所以能够给你很快的这个反应 让我能够有更多的这个feedback 所以我就可以知道 我接下来要做 怎样做 应该做什么 很有那个communication 沟通感 我丝毫感受不到 这台车是有一个屁股的 这感觉和Vios 不是和Vios 和Yaris 很接近 哇 我觉得甚至比Yaris还要好玩哦 如果有开过普通Vios的朋友们 你们应该知道 这普通Vios 就是一个家用的设定 但是 换上了这个 suspint change go 后的 这个Vios GRS 哇老喂 OK 有时候动力衔接会 稍微有一点点缺 但我觉得 没有影响太多 好玩性还是有的 退档 哇 在这个山道上这台车真的有一种 像一个灵活小白兔的感觉 很灵敏啊 伸手 有脚件 现在上到这个 上面的这个山了 动力方面其实影响不大 你还是可以透过这个拉高转速来 带来更多的这个性能表现 哇 哇 这个真的是 很不一样 这个Vios 这台车讲真的 操控已经真的是 没有什么可以挑剔了啦 如果你今天你的预算在这里 然后你想要寻找一台 sedan 但是你对这个操控 你对驾驶乐趣是有将就的人呢 我觉得这个Vios GIS 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只是如果真的是要挑剔的话 我会觉得 这一个方向盘呢 虽然说它手感是有加重的 可是在指向性方面 好像我这样子过弯的时候 其实 我会嫌它有一点点稍微还是比较模糊了一些 手感是有 但是指向性方面呢 不够精准不够精凑啊 这点是稍微比较可惜的一点 Toyota Vios GIS 在我国的售价为 95,284令吉 那在这边我也顺便放出 普通版Vios的售价 所以这多出的7000多令吉 到底值不值得花呢 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是觉得值得 因为你买到的不只是body kit 还有在这一个等级 这个价位已经是买少见少的 操控还有驾驶乐趣 能够取悦自己 哎呀 才一架iPhone的价格而已嘛 刚才我说它一顿操作猛如虎 一看排量只有1.5 但是我觉得它开起来还是生龙活虎 而且在给你绝佳的这个驾驶乐趣的同时 它又维持了NA引擎 省心省麻烦 还有Toyota这个Quality好的精致招牌的光环 加上它还有这个接近大车的这个Solidness 这个也是同期之中的佼佼者 所以如果你问我这台车值得考虑吗 我绝对告诉你它真的值得考虑 好啦 今天的这个试驾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就不知道大家在看我试驾这台车过后呢 对这个Toyota Vios GIS有什么看法呢 又或者是你是车主吗 欢迎多在下方留言发表你的看法 我是小明 喜欢这一期影片的话 记得给个赞 还有就是分享出去 当然最重要的是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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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